中国官方新华网周日报导 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涉嫌严重伪计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深受两岸歌迷喜爱的已故女歌手邓丽君的兄长 日前控诉出版邓丽君全传的北京联合出版社侵权 要求该书作者及出版社赔偿人民币51万元 约新台币250.95万元 上海22日深夜 62岁犯性嫌犯 因经济纠纷打死同事后 起出私藏猎枪跑路 一路杀死司机邵兵 再折返将李姓老板和同事三人杀死 短短6小时连杀6人 山西延安一名女子早前进行身体检查时 竟发现自己的左肾无故缺失 她回忆8年多前曾迎车祸入院摘除皮脏 此外再无进行其他手术 怀疑是这次手术中被人私下摘取肾脏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